透過剛剛的音樂 還有螢幕上面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今年的入圍者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大家努力工作的側拍照 當然還有很可愛的殺青照片 身為觀眾的我們 要特別感謝各位的付出 因為你們的一直堅持跟努力 所以我們才有這麼多的好作品可以幹 對吧 現場所有朋友 我希望大家現在給自己一個 最大最熱烈的掌聲 希望各位要明白 今天您能夠坐在這邊 絕非容易之事哦 怎麼說呢 今年啊 總共有552件作品報名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邀請19位評審 先分門別類的 把這些作品全部都看完之後呢 挑選進入複選的作品 進入複選之後呢 我們會再另外邀請11位評審 按表操課 要到職委會規定的放映廳 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能漏掉的 通通都看完 再挑選出進入決選的作品 進入到決選之後 我們會再邀請另外6名評審 所以這6名加剛剛11名 等於 電影人數選沒有很好 17位 17位決選評審 他們呢 從昨天就被召集起來 一路到今天早上8點 又再被關到小房間 手機沒收 埋頭骨幹 一整天拼命討論 到典禮開始前 剛剛才被放出來 各位 這件事情 評審這個事 真不是人幹的 各位 給他們一個掌聲好嗎 他們都在我身後 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通過鏡頭呢 你們可以看到呢 每一位評審 都是在業界 非常厲害的專業人士 我們現在敬拍 各位評審的臉 可以看到 他們真的很不容易 透過他們的黑眼圈 可以知道 金馬獎是跟你玩真的啦 各位 謝謝各位評審 再次謝謝你們 好的 我現在希望呢 現場的朋友 掌聲不要停 因為接下來我要特別感謝這位 他很早就已經答應我們 要擔任金馬六十的評審團主席 要特別走到您身邊 李恩導演 要親口跟您說一聲 金馬獎 有您真好 請坐 我有金馬獎真好 太穩心了 謝謝導演 也謝謝所有評審團 請坐 謝謝 金馬獎就是一個這麼可愛 又溫暖的地方 因為有你們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要歡迎到的頒獎人 楊雅哲 鄭友杰 大家好 我是鄭友杰 晚安 我是楊雅哲 今天我們兩個人來頒發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給我們的製片 林士肯先生 製片這個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控管預算 不過講到錢 難免會傷感情 是的 我跟友杰都有慘痛的回憶 被林士肯拉到小房間 輕聲的在耳邊說 都會沒錢啊 不過我覺得阿肯最厲害的 是在他講完沒錢後面 不是句點喔 他會說去找你老母帝 不是 他會帶著他邊境的夥伴 想盡辦法克服萬難 把這個片子執行完成 甚至我記得有一次 我真的周轉不過來 他二話不說 借我一筆錢 林爸爸 我也要可可 好 這就是很多監視會說 林士肯特別的地方 他對台灣電影有一種 特殊的情懷 當然不只是借錢而已 他會 不計 預算的高低 協助 年輕電影拍他的處女作 例如經典勇入圍的 青春並不溫柔 例如波羅蜜 二枝化 小蘭 也有一些含金量特別高的 像我製作的 血觀音 天橋上的魔術師 或者是一些導演 特別機歪難搞的 親愛的房客 以及去年最佳劇情片 一家子兒咕咕叫 都是林士肯做出來的 還有不要忘記 叫好又叫做的 從紅衣小女孩開始 到今年的 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都是他幕後推手的製作 所以不管有錢沒有錢 還是票房怎麼樣 都是林士肯願意做的事情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影片 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台灣電影情懷 謝謝 肯哥 要怎麼樣才能做好製片 Monitor內的事情就交給導演 然後Monitor外面的事情 就交給製片來處理 拍電影呢 就是花錢跟創作的角力 副導演常常需要 在時間跟品質上去做平衡 那阿肯他是一個 很了解創作的製片 所以他不會只給我們限制 他會給我們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當這個A方案 不好執行 或沒辦法執行的時候 幫我跟導演 帶出那個糾結的狀態 帶著我們一起想出更好的比方案 拍攝場地的架設很困難 或是 或者是說大型機具的交通也好 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們會先討論 事先就可以預防的事情 在現場 讓我們工作起來 更無後顧自由 工地的施工生 鄰居的狗孝生 下雨的時候 與下到雨的聲音 肯哥的團隊 都盡量地幫我們排除 就是像在山上拍片的時候 有時候遇到的 颳風下雨 或者是氣候很低 那肯哥的製片組 通常已經位於籌謀 就是給大家的安全感很足 但其實因為他的職位 他需要做一些很務實的決定 然後有時候他也會受到一些委屈 他可以義無反顧地幫助你 幫你實現 你心裡面堅持的那個東西 我自己覺得他本身就是一個創作者 只是他現在是在製片的位置 他非常喜歡強我的工作 因為對冰鏡來說 造場景也是創作者一環 像我們今天就要去找一個 有先氣的高山護國 不是可能 總是會找到一些折衷的方法 而且不厭其煩地跟我們討論 而不是 要美術組挖一個湖 這種解決方法 他很懂創作的一個製片 他可以用創作的角度去思考 跟製片的角度去思考創作 然後再回頭 讓創作者可以得到更多的一個幫助 我們一起合作開發過蠻多案子 然後我覺得他可以說是一個就是還蠻叛逆的人 就很喜歡也很願意去嘗試一些新的做法 然後找新的題材故事 或是用新的人 然後希望能夠幫台灣電影打開更多的可能性 肯哥對我的影響已經不單單是在製片工作上了 甚至是我對整個電影文化的熱愛 我跟他工作這十多年的歷程 我幾乎是從零到現在都是他一手帶起來的 在工作上我覺得他影響我非常大 他也是我的師父 對我都把他當師父看待 我也不曾把他當老闆看待 然後我也不曾把他當作製片看待 他就是我的師父我的老師 我覺得這次得獎啊 並不是我一個人得獎 而是所有邊境的夥伴一起得獎 只是我上台幫大家領獎而已 讓我們來歡迎金馬六十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林士肯 也恭喜邊境的製片們恭喜 謝謝 我拍比真實在 要不再看他們的公圍 我還是拿出我的小超好了 謝謝 感謝金馬獎 感謝各位評審 非常高興在金馬六十得到肯定 讓我再次思考電影對我來說到底是什麼 也提醒我別忘了創作初始的熱情 而這個獎不只屬於我 而是屬於邊境所有的夥伴 我只是代表上台 從廣告到電影 從短片到長片 沒有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們不會走到今天 接下來我會唸出夥伴們的全名 因為你們都值得被認識 被記得 首先我要感謝曾經一起並肩過的夥伴 由中前 王靖傑 洪宇傑 邱信偉 劉士嘉 周姿宇 李軍 徐沛玉 張家慈 何柏勳 謝問玉 張沛玄 謝時宜 雖然你們已經轉換到其他職位或領域 但曾經有你們在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接著我要感謝持續走到今天的老伙伴們 王家綺 張曉沛 顧林鋼 歐陽信 詹富瑜 林楊凱 江宜貞 蕭瑋 蕭瑋 林依林 多年的攜手奮戰 各中滋味 點滴心頭 未來我們繼續聊可以過而已 有你們的 我的心頭不會怕疼 23年前 我是一個在台南小鎮遊蕩 對未來茫然不知的退伍青年 直到進入台灣藝術大學 當了老學生 才被藝術還有電影所拯救 17年的電影錄 如果沒有志同道合的創作夥伴與貴人 我看不到如此美麗的風景 所以我要非常感謝 維豪導演 右傑導演 雅澤導演 還有星儀導演 在電影藝術上對我而引導與啟發 攝影奇聞 美術阿布 燈光阿廣 Joy 造型 Emma Roy 冠冠 動作設計4號 特效化妝 Pi 現場錄音天霸 柏瑶 音效設計RT 在電影製作上 長期的支持與信任 勇翔李哥 觀姐 中影彈歌 裴熙 邱雲 時間走阿凱 後期製片匯軍 多年來在拍攝 以及後期的支援與幫助 最重要的 還有監製衛蘭姐 唐大哥 多年來的提席與指導 讓我有發揮與突破的機會 沒有以上這些重要的朋友 我們不會站在這個舞台上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母親 陳如玉女士 多年來無條件支持 我的任性與忙碌 您辛苦了 此容要歸於您 對我來說 電影不只是夢 更是實踐的過程 電影是合作 團隊合作的藝術 實踐的過程 更需要面向 更多面向的堅持盟友 資金 開發 製作 行銷 通路 無疑不是電影產業拼圖 重要的那一塊 或許我們因為不同的責任擔當 而有不同的思考角度 但那並不影響我們身為台灣電影 這艘船上的一員 拍一部電影 開一艘船 需要大家的同舟共計 讓我們台灣電影 航向偉盜的航道吧 最後 讓我插播一下工商時間 青春並不溫柔 已上映五週 還在上映中喔 再請大家 支持踴躍進到戲院 我們是邊境印象 我們會繼續為台灣電影服務 謝謝 謝謝頒獎人 恭喜得獎者